为了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台湾观光协会在观光局的委托之下 在马尼拉曼达路勇士 举办2016年台湾旅游产品展销会 有来自台湾的29位观光推广团成员 也提供了最优惠的旅游配套 希望能吸引菲律宾旅客赴台旅游 一抵达菲律宾曼达路勇士的购物中心 就可以看到来自台湾的摊位展秀人员 正在向来宾推广远近实名的凤梨酥 祝菲副代表张泰来也亲自品尝 为期三天的2016年台湾旅游产品展销会 是中华民国交通部观光局委托台湾观光协会举办 为了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开拓菲律宾的观光旅游商机 29位台湾的观光推广团成员 包括旅行社、饭店和航空业者等 都贴心的用中文或英语 跟消费者推广台湾美食与旅游景点 当天的开幕剪彩仪式 由观光局吉东坡办事处主任 曹毅书亲自主持 中华航空、长榮航空等四位航空公司代表 担任剪彩员 今天非常高兴代表我们本处前来参加由我们观光局举办的2016年旅游展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政府目前在推动新南向政策 我们非常欢迎所有的菲律宾人能够前往中华民国去旅游 相信他们只要去旅游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行程以及非常美好的经验 为了让菲律宾民众体验台湾多元文化的风貌 主办单位今年也特别安排来自台湾的创造焦点杂技团到场演出 展现台湾文化魅力 那在这围起三天的台湾旅游展呢 我们也带来了台湾的特别的表演以及我们的DIY 让菲律宾的朋友能够体验到台湾不同的一个旅游文化 展校会中猴子造型灯笼DIY最受参观民众的喜爱 因为大家都可以免费向工作人员学习如何折叠灯笼 并将灯笼带回家 中华民国政府于2005年11月起 以针对菲律宾印尼等五国新兴市场 实施东南亚国家优质团体旅客 赴台观光签证简化措施 让菲律宾旅客游台时省去繁复的手续及证明文件 大大提升赴台旅游机会 台湾宏观电视王永新 菲律宾曼达路友 采访报导 岁城